时间是早起11.32分 你等着收听的是 发现隆便力大米时间 在亿光电台 每个星期早起11.20分至12点 我就是大米 在我们听心机的朋友 AM173891143 如果是宜兰的朋友 可以打开辣椅是AM1593 但这个年代要过用AM辣椅听节目的人 真的都是我们的宝贝 也是我们的国宝级的 你这样跟我唱 今天专家重重专家苏老师 你怎样跟我唱 我感觉很趣 你说用AM听节目是吗 你说起来 你的身份起来 最后一次他去用辣椅听节目 是当时的事情吗 车上有算 车上好了算 车上有点听 听 那都听到一种节目 听到 景广交通网 哦 是是 这也真是你用就对了 主要要听交通 对 如果说听到AM的经验感觉 有啊 很久以前了 我没记得 是哦 久到没记得 今天请到一位 唐专家来到这里 唐哦 这是在我们做电台 在这里是说 一般大家听节目时 可能会很难听到 大米 你请一个糖专家来 要做什么 有啦 如果我们做这些人都知道 你如果说到糖就很痛 所以说 今天邀请来这位 重重专家 苏立宗老师 苏老师是台大昆虫系的硕士 还有自己创办一间 五春食农工作室 还有他也是 好食鸡农食整合公司的生态顾问 如果说起来 这个五春食农工作室 他就是好食鸡生态顾问 我觉得对我们农业来说 都会觉得 是这几年来 大家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生散出来的一个 哇 也是很重要 很专业的这个学问 所以苏老师 你有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 过去历史 让人家注重的事情吗 会想 一般是这样的 生态是 最近农业生态 是最近比较 大家开始重视的 你自己呢 你觉得也是最近 这么重视 我也是差不多最近 这几年啦 是这样 因为之前都是跑野外啦 对山上的 最近是做食农教育 才开始关注田里面的生态环境 对 以前听说你自小孩 就很爱跟堂七头是吧 对啊 但小孩开始生堂 就是这样 堂每个地方都有堂 都有虫 每一个地方都有堂 如果他发现 去让人发现在叉拎 你一直逢年 那都没有素人 心情轻松了 对吧 有时候堂的心情也没有什么轻松了 你今天是要重重代言人 对 重重代言人 我要帮他们说话一下 一般 如果是 一般农民会跟我问说 这堂有 有海 有海吗 其实如果有海的堂 非常少 是喔 在堂的世界里面 所以大部分 很大部分的都是 无海 甚至还有有意 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 所以有时候 他说这堂 有看到堂 要放在 我通常都会说 你夾想让我看 你用手机 你不用单眼相机 手机就夾了 做时的时候 有手机夾来夾的 那不清楚 那不清楚 我看有 我就跟他说那是什么 大部分都是无海 是哪里的 有主神 跟隆友说无海 明明他就看到堂 你吃他的东西 吃他的故事 还是吃他的菜 如果是 如果是真的有堂 在吃他的菜 那是有海 那有海 那有海还有分庭 有那些都非常严重 那就要快处理 那如果是 稍微看 少少巴那种堂 就 零星几只出现 但是他会吃你的作物的 那个可能 那不是主要的 很多不是主要的 对 不要说很严重 一定都要抬掉了 都要抬掉了 先知道 那个总控 先知道他什么 对中堂 那有海的地方 我们才会说 看要怎么处理 为什么大家 其实对堂的这种判断 其实就是 很简单 我觉得 一个问题 是海堂 我就今天要抬掉 这对大家来说 这真的是直觉反应 对啊 台湾都是这样 你可能很难改变 大家这个直觉反应 没关系 因为 其实我们知道有这种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 大家不了解 不了解堂的世界 所以很多堂都叫我弄掉 哈哈 所以我跟他说 今天要来帮 那个堂 说一些他的心声 来来来 请我说 我哪知道堂的世界 我哪知道 我是哪里把我弄掉 其实有很多堂 他只是 路过你们家 就拍着酒后而已 他不想做什么 不想做 他就是 旁边的生活而已 他让你住到 他说是海堂 其实你如果了解 你就知道堂有很多很多种 有很多种 就是刚才说的 没有什么海 有很多种 就是有帮助的 这些堂 你看说 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不满 看没那个堂 就知道 我应该在堂 在堂可能就是 脚外都是这样而已 因为 毕竟那堂的世界 已经给你说 非常慌张 对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 种族 像种的地区 气候事 不一样 可能都不一样 有没有那么多 这边呢 这边怎么 没关系 因为我一般是在外面 在分享 还是工科 说完 我认为有一个社团 FB的社团 一个农田昆虫寶可梦 就是欢迎大家 感觉 有时间去餐里面 看了团 你去摆摆 你也不知道 你把照片PO上去 我来帮 我来帮大家 帮大家看 它是什么团 你如果知道名字 你如果知道名字 你就会花一些时间 去用你的手机去找 它是什么 如果真的不一样 你想想问 我也会给你回答 帮助你去了解 蟲 的这件事情 你说这个FB 叫什么名字 农田昆虫寶可梦 寶可梦 大家在手机都会算 都会去抓怪 农田昆虫寶可梦 应该 听到这里 大家快记下来 这个一定是要 按 加入 加入社团 社团 不过我是说 苏老师 你是自己挖了一个好大的坑 没关系 全台湾国体 要嘟嘟这么多 团的问题 都在这发问 这一般来说 要怎么去 整理这些资料 让它更有效果 跟大家分享 我基本上是 如果是问 它是什么团 我会告诉你 它是什么名字 但是什么名字 就要靠你自己去找 自己去建档 我会有一些 步骤的感觉 说要如何建档 因为你 你如果 开始记录 资料开始累积的时候 你就有自己的 生态资料库 蛤 整 我都在 整整就很不容易 对 我都要帮大家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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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那裡睡 睡一堆 睡一堆 但是 他吃的东西 是旁边的草 它是在你的床 面上睡 挨你发现 你家当里吃你的床 那就很多都是这样 譬如说 还有一个是 你的头里面 有一种叫做 跳蟲 跳蟲是 土壤里面 头里面 很重要的分解 分解的 角色 很小吃 不小的 要跳來跳去 大部分都會 都會說這種糖會吃我的作物的筋 譬如說 雞毛糖也是 我說跳蟲 這個當個例子 因為跳蟲他本身就是 比較要吃一些腐爛掉的東西 或是發霉的東西 或是有機質 但是當你的作物 開始衰弱 你的根開始在爛掉或是 被感染的時候 他們就會來幫你清理 清理這些爛掉的東西 大部分農民看到 我植物跟那邊旁邊 一堆白白的蟲在那邊跳來跳去 當然就是這個蟲 危害我的植物 但其實他的狀況有點像是 有一間房間有一個人被砍的 死在那邊 然後你是路人 你過去看到想要幫他或是求救之類的 然後又警察進來看到 你就是兇手 類似這個概念 你這個模擬的這個畫面很聳動 我要講聳動一點大家比較有畫面 我們千萬不要玩都好人 對對對 好人 人是要來倒三天的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 堂都不是要為你的作物 他只是剛好在現場 叫你看到你就是 在幫我怎樣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所以這種五花是很適合的 發生的就對了 但是大部分這種五花就是沒有了解 不管是人跟湯 還是人跟人都一樣 那五花就是沒有了解 你想要跟我們開另外一個節目 對不對 叫做心理諮商 最了解 心理諮商 人跟人也是很多五花就對了 對對對 很多人開工去看他在逢年做工作 他們也是都很直接 對自己要求進大 要求儘管 就是要乾淨 對啊 炒乾淨 炒比菜更長 不可以這樣 要維持乾淨 也包括糖 這些東西 就是會讓人覺得說 對自己就是要要求這樣 人如果是經過看到 好這也是我的民主問題 我覺得就是要整理乾淨 菜辦起來要送人也是乾淨 丁丁這種 其實這是很挑戰 對我們從伊翁和伊翁 你有覺得頭髮在那些 有哪些人要溝通這方面 所以 一般我會常常說 你不要頭髮不要怎麼回 我會說 我們可以做回去看什麼東西 用比較正向的方式去引導 因為 但是 當然說 不要比菜更長 那菜沒辦法收成 但是 要怎麼管理才可以讓 這些生物 跟你的作物 在那些產裡面可以平衡 讓送出去的東西 買出去的東西 也有一定的品質 就是說 生態不會是一定淋駕於生產上面 我們是要一個平衡 對 有平衡農民想要願意 把它提升它的品質 才會願意再用好的方式再種這些東西 嗯 所以目前在要幫大家找平衡點的 這工具 還是方式 一般你會有什麼建議 比較適合大家的 那平衡點的 我是一般來看 看它的種的東西 看它的地形地貌 看它的環境 然後再決定 它可能在 在討論說 要用什麼方式 去維持它的平衡 因為每個地方 台灣的很多地方 地形都不一樣 嗯 狀況都不一樣 土壤都不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去平衡 都要去各方面去找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再 以完全直接用生態的方式去 評斷 這個地方是怎麼樣的狀況 對對對 這樣定義你也是全台灣 要跑透透喔 是沒有要跑透透 但是也是找很多位 你自己本身是高雄人 我高雄人 這樣說起來才會說 你對高雄的 這個環境啊 地形形態 這個湯的這個世界 是特別比較了解 可以這樣說嗎 不會 不會喔 不太了解 我了解的都是 大學醫生 大學 在高雄 但是在做產裡面 是這幾年 這幾年我開始 慢慢的 建立它的資料庫 昆蟲的資料庫 土裡面的 土面上的 這些東西 現在有一個 有村有一個價位 我們是一個幾年有村團隊在做的 在那個 新町 新町喔 在南埔 北埔鄉南埔社區 我們有 跟社區合作 然後跟六個果園的果農 種柑橘的 柑橘 湯橘 湯橘 然後我們有在合作一個計畫 叫水果風味計畫 我們想要知道說 我們去六個果園的 群庫裡面 去做調查 生態 就是昆蟲 還有它的草 草 草 因為草生栽培 調查 還要配合它的 管理方式 我們去看有什麼關係 上次 最近差不多 每一年 過年前 湯橘就要出來了 我們 湯橘的上替 大學 做化學分析 我知道說 每一行的湯橘 它的味 有什麼不同 它的化學物質 什麼不同 但它的化學物質 還要去看 它的生態環境 有什麼關係 因為 每一個 你的管理方式 都會影響 你的果實 的味道 是 叫做風味 對 我把風味 風土 這東西綠線化 我們想要知道 你什麼管理方式 會影響你的味道 你的味道 怎麼會 可以做加工 產品 販售 這種東西 看要怎麼推出 所以 基本上 我們不會去 跟你建議說 你一定要做到 生態如何 我們就是 以你原本的方式去做 我們去看 它的生態 什麼狀況的變化 我感覺是 這是一件 很刺激的價位 非常刺激 因為頭前都黑的 都看不 頭前的路都黑的 沒有人這樣做 沒有人這樣做 有很多糖 所以這個糖 吃起來 會有什麼特別的主意 有可能有這個 是 有可能有這個 因為 尤其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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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動物 生物 小生物們 還有草 草象草生栽培的狀況 然後我們還有 之前還有請廣播之前 有上來分享的 心中大哥 有一個果園裡面 去看土壤的狀況 對 然後去評估 給一些建議這樣 請教一下 你選擇六的農民 他們的果園 來做告白來研究 都尊重他們原本的 做的浪漢 對 這些六種 有分作幾種不同的 經濟方式 有一種是 那個 除草也沒有用化學肥料 接近有機的做法 也沒有什麼管理 就是 除草 也是用掛草 就差不多 一季割一次 一年大概割四到五次這樣 這是一種比較 放開 野放的做法 那也有 也有一種是 草也也是用 用了很多 家用都會用 家用都會用 除草劑也會用 應該是乾淨溜溜的 那種高昂 也是有草 但是他一年 一年用一次除草劑 但是我們時間都是掛草 也有 很精準的用 管理 也定期的會割草 大概一個月 一到兩個月割一次 油的肥料 也是用 剛好差不多那種 那個呈現出來的 不管是果實的味道 環境生態 都有差別 很有趣 你只記這三個 我就知道 台海裡面的糖春多少 生態動不見 有時候也超乎你想像 怎麼說 你若是沒什麼管 你若是都沒什麼管 你的多樣性 反而沒有 適度管理那麼好 我目前做到的 的狀況 我現在不講是有沒有用藥用肥 就是適度管理的 對 有沒有叫IPM 你是不是自己有發現到以前 不要太想過 也是有自己意外的結果嗎 因為正前 我是今天 不是今天 今年 今年在做這個價位 正前 我其實就有在招田野調查 但是我在看 看很多 很多環境裡面 有幽極的 也有不同農法的 但是我看 那奇怪 不一定就是 怎麼做的 影響什麼東西 我就覺得 它有一個規律在 但是我就想說 用比較科學的方式 去找到那個規律 然後去想說 這個環境 這種規律管理方式 出來的產物物產 它的味道怎麼樣 品質怎麼樣 然後之後再去看看 可以怎麼去運用 對 這個水果風味計畫 跟六個農友合作 這個 你還都要工作給人 是不是 還要搶那個糖 搶那個糖 我自己搶的 都自己做的 他們沒有搶了 對喔 所以你們要經常走這些高峰 去搶這個高峰裡面 有出現的新的昆蟲 糖什麼的 這個 我們不會去 拜託農友說 你一定要搶什麼 不會 我們就說 你有幸福 我們做回來了了解 你如果有幸福 有兩個果園比較有幸福的 他們就想要自己搶自己的東西 我如果鼓勵 我協助 你如果搶不知道 你就給我 我就給你解答 我團隊有另外一位夥伴 他是主要那邊負責的 調查的 他就會幫他們做解答 對 其實我覺得你們這個水果風味計畫 延伸出來 還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你還有版社影展 喔 一定會 搶搶搶搶到版社影展 這很出名耶 那都用手機合的 我都用手機合的 裝微鏡頭有沒有 我們合的 我們都合的 那糖都合得到大明星 因為都特寫 對 還有鎮身有沒有 對啊 沒有蘇丹也是 所以我是覺得大家 真的有時候做事 是辛苦 有時候也是無聊 也無聊 現在手機這麼方便 不如來 品頌一下 自己也收集一些這些 成分的商品 對啊 放在老師剛才說的 這個FB FB面對 就有些討論 自己真的熟了 可能也是 你的改觀 不一定要怎麼說 最不重要 你要先打開你的眼睛 看到他們 對 你說打開眼睛 在那打開眼睛之外 我們今天這部時間 怎麼這麼快出五分鐘 出五分鐘而已 很快就都說了 對啊 給大家建議是什麼 對糖的世界 對大家來說 可能想要接觸 想要実施了解 也沒那麼快 有什麼做功課的方式 做功課是 一般來說 你如果是 如果是說 果樹還是茶香 比較好 有流一些東西 就炒了 如果是菜香 菜香就是 比較難流炒了 如果你有旁邊的 一些四周的圍離區 或者是隔離帶 你要把它做開 種一些蜜圓植物 草子、草子等等 營造它的環境 然後再來是 你流的草子有沒有 你流一些 可以開花 開多花 除了大花咸豐草以外 大花咸豐草以外 大花咸豐草以外 有很多台灣的原生草種 可以去參科 花改廠 它在環境資訊中心 它有寫一些 幾六篇的文章是 有一篇是在寫的 原生草種 栽培原生草種 他們可以去參科 他們的原生草種 其實台灣都找得到 要用什麼找草子 還是去富裕 如果富裕草子有火 有火就有糖 不然是仿花的糖 還是豬草 豬草有很多豬草 都會米在火旁邊 在等糖 如果有這些糖 開始來的時候 它有很多天敵 幫你的餐裡面 做一些 服務 去你餐裡面 做工作 有很多好處 這是你在營造生態的時候 要尋找觀察 我要觀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看到 你會慢慢了解 你會了解 你會了解他 你就不會告訴他 重點就是這樣 人因誤解而分開 對對對 就給他消滅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這樣 今天我們的蟲蟲專家 特別來為蟲蟲 為蟲類請命 你這樣你的手下 應該叫了不會只有蟲蟲 應該是 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有給自己什麼使命嗎 使命 使命是希望大家 沒有太大的使命 就是大家多關心一下 你的田裡面的蟲 然後消費者也可以多到 可能有機會去了解蟲地的 種植狀況 生態環境等等 所以那是我們覺得 在多友善環境 友善耕作 一個很重要的 接觸的方式 你說出消費者 我覺得 讓我再開一次 因為對消費者 對消費者 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說的 對啊 因為對糖的認識 那個根本就是 都想說 有糖這樣對嗎 對啊 以前的想說 都聽說 有機的有糖 沒關係 買到菜有糖沒關係 其實也不是這麼簡單的判斷 對不對 一分鐘 給我們一個消費者 可以 判斷的方式 到底買菜 剛才的糖是好事 還是賣事比較多 這 難以判斷 因為 你這種東西 你剛才有糖 有時候是 可能 真的都沒有什麼 醋油的 也有時候 這如果醋油的糖 沒有死也有可能 抗藥性見面 也是很常發生 對 所以這很難說 你如果看到糖 你如果怕 你會把它洗掉 只要去糖 就會高蛋白質 應該就對了 你如果不小心吃下去 當作補充蛋白質就可以了 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真的會吃糖 不會 不過有聽說 很愛料理就對了 對 好 今天在這部中邀請到蘇立中老師 其實蘇老師 剛才我們說的這麼多重要的這些組織 對我們很多朋友來說 這段時間是不夠的 所以很少大家可以補充一些老師 都在農傳媒有一個 蟲農之路的專欄 那資料很豐富 所以大家可以輸入這四個關鍵字 就是糖跟農民的一條路 叫做蟲農之路 你放到這個名字 你自己念 不好念 蟲農之路啊 就是很像你要去蟲 蟲是農業的 蟲嘛 取諧音 是蟲農之路 可以多多了解蘇立中老師 他在剛才節目中分享的 糖的世界 他需要我們好好了解 不要再給他五回 這件事 今天非常感謝蘇老師來 謝謝 如果大家有需要 邀請你到現場去看 房間看 東西解決問題 直接找你就對了 剛才FB專頁 對不對 叫做 昆蟲寶可夢 好 感謝掰掰